記得一起跳舞, 讓你一百分手 什麼心淡分手 走到了, 馬上飛過來 嫁給我 這兩個人合作的歌 真是圍繞著我們的生活 阿姐 是, 打上刀 Mike, 你好 你好 你的廚房很乾淨 這次我們要煮一個頭盤 是 叫做… 紅咖喱頭鞋 紅咖喱炒蟹肉的沙律 是 已經準備了煎鍋 是 加些腩油 加些蔥 少許炒香 是 這是紅咖喱 是 蟹肉 炒好了 然後炒肉 蟹肉 你喜歡放多少… 我很喜歡蟹肉 是 這麼大匙, 這麼多? 可以… 多放一匙就行嗎? 可以 好 不要讓它那麼乾, 還有一點菜水 這是什麼菜水? 菜水 菜水, 讓它不要… 味道那麼刷 對 最後一點牛油, 讓它更香 好, 完成 完成, 上碟 對, 上碟了 這是乾蔥蓉 用白酒煮乾蔥蓉 然後紫菜 加點紫菜 對 好, 完成 對, 完成了 在下面還有啤酒的冰 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 太好了 喝…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好 身體健康 這兩個嘉賓如何形容他們? 有什麼界別? 好, 音樂界 剛才Vivan說 有很多不同的嘉賓 飲食界 潮流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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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東西界, 很尷尬 玩東西界 很尷尬, 我們來這裡 很尷尬 很尷尬 今天要請兩位嘉賓 因為大家都是… 潮人吧 我朋友, 真飯腳 姐姐, 我們首先 兩位嘉賓準備了一個頭盤 是… 是美製的 有製作一點, 蟹肉 加紅咖哩醬 蟹味也挺美味 為什麼? 蟹味 蟹味, 對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容祖儀的名字 就是聽Loggy說 Lisa, 你看看我的新人 學生, 唱得不錯 有一個Joey不錯 所以第一次聽到容祖儀是Loggy 我第一次看到他 其實是在Bofi的廳門 因為那時候Bofi差不多每個人都很… 希望他幫他梳頭 其實這三個人都在那裡展開嗎? 好像是 對, 所以現在剪光了, 你不去 剪成這樣 剪成這樣 終於回來了 那次我很深印象 我當然有工作才去 我看到Joey去那裡做頭髮 而且他真的很出禮, 自我介紹 你好, 姐姐, 我叫容祖儀 真的有這樣做嗎?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人很厲害 首先他尊重前輩 知道你去到…遇到當然要打招呼 第二, 告訴你我是誰 有時候很多新人 即使我回到TVB也是… 不打招呼 不是, 不知道他不敢還是… 其實是緊張的… 緊張, 但沒理由 你看到一個前輩… 當你剛出道的時候 你看到長輩的時候… 你也會走過去跟他打招呼 我一定會, 我現在也會 看到LiLi姐… LiLi姐, 我是Lisa姐 我怕有時候… 我有一天跟吳君如吃飯 是 他也說到這個問題 現在很多小朋友都用驚來做藉口 還沒有這些打招呼的東西 吳君如說 我剛剛看到林青霞走過 我是吳君如, 起床跟林青霞打招呼 對, 我覺得這種基本的尊師重道禮貌 其實我覺得應該值得傳下去 是一個美得來的 為什麼會被膠塞了呢 而且你不期望前輩 會真的記得這麼多新人 一定會 是嗎?真的忘記, 大家也是差不多 那些年輕人 怎麼知道是歪文呢? 應該是, 我還在電台的時候 我很想找個機會親近阿明祥 所以那時候他應該在演唱會宣傳 我邀請了他來 替我做了一個星期五晚的節目 是的 那時候歪文聽說你電台的人 就說你穿得像去做節目一樣 所謂做節目… 登台 像登台一樣 像演唱會一樣 所以其實我已經很想知道… 有戒心是不是? 不是, 想認識你, 不是戒心 而且他們說話很快… 轉身很快, 我說糟了, 我去做訪問 會不會被他問得自己嘴巴 他觀摩一下我, 大小姐 很想認識你 你是差別人 你知道, 我喜歡跟年輕人打交道 我也是, 所以我和你這麼合適 所以我永遠都這麼年輕 有一次很好玩 因為歪文很喜歡時尚 他邀請我跟他拍一本雜誌 叫做Ameba變形蟲 有很多東西你喜歡看的 我還未知道, 到底雜誌是什麼 我說我可以跟他組合做什麼 那次拍的時候, 我想安排了 我被大姐謀殺在浴缸那裡 當然是穿了名牌, 這樣死了 有保持嗎? 很多人負責保持, 我沒有 對, 我本來想拿一本… 讓你簽名 很想看 對, 很潛衛的 你做什麼? 我想因為搬家 我媽媽一夜整身 不是燒了嗎 不是, 因為我那時候… 燒的時候救出來的? 不是 那時候讀中學的, 我住在馬鞍山 還沒燒的? 還沒燒的 還沒發生燒房子事件 然後搬去跑我們… 然後我媽媽一夜就把我的Ameba丟掉 我以為你會… 因為你背後有一間大公司 她一定會替你儲蓄的東西 當時你加入了嗎? 應該還沒有, 還在讀書 但是我每逢有我的雜誌封面 有我的報紙 我媽媽一定會儲蓄 然後自己剪布, 收藏 放在膠箱裡, 到現在也是 所以我現在… 保持幾箱 現在有幾箱 她已經在恆心, 已經十年了 我覺得… 她媽媽可能開箱 而她不紅 所以可以盡量儲蓄 一個箱都不能放, 就儲蓄 但是想不到後來紅成這樣 我想她也能夠賴 開箱有一點點覺得不好 因為真的怎麼做 她先幫忙攪拌 其實這也是一個習慣 因為我… 由我出道的東西, 我也有儲蓄 到現在? 是, 那時候做四千金 我已經儲蓄了照片 到現在還有儲蓄嗎? 有… 我有一個倉, 全部擠掉了 現在難儲蓄, 譬如照片 沒那麼容易出現出來 不是… 而且媒體也多了 你要在不同的角落發散, 找回 現在那些人就儲蓄在一張卡 然後在電腦上 就說如果需要時就可以曬 其實我有些朋友 把那張記憶卡曬成菲林 用菲林的方式來儲存相片 那你實在一點 我喜歡實在一點的感覺 我想2008年前 我以前也有一本一本相佈, 很多 但現在全部都在電腦 電話… 電腦 然後早一個月, 我整個卡碟壞了 然後我的相片全都沒有 你還要訓練你, 媽媽, 學電腦 我媽媽嗎? 我媽媽應該學不到電腦 但她…她是低技術人 她暫時都維持在電話上看 我已經覺得她很聰明 我覺得不應該付這麼多錢 有時候買雜誌 對 為什麼呢 那些雜誌經常說 可能是同一個題目 是她們自由發揮的 明明不是真的 但她為了想儲蓄那張照片 就買了那本雜誌 所以你就限制她不付這麼多零貨 我的錢全部都給她了 有一天有記者在街邊 看到她媽媽站在報紙堂上打孫 打孫, 打孫, 打孫 她在偷拍, 別人問她為什麼 她說我女兒不付錢, 我買雜誌 對, 因為我覺得很浪費 何時開始熟悉 是因為她的好朋友 在哪裡? 是一個好朋友 所以我們認識了一起吃飯 就開始朋友了 是否有一次你唱了一首歌 叫祖兒給你意見 那時候我做全家福祿秀 每次我都要學一首歌 我不想每次都只唱我的歌 那次選了我的驕傲 是的 那次你也好像在這裡 你也有來吃飯 我們那次在我家 清水玩 我說糟了, 我不知道這個音樂 應該怎麼唱 你們幾個就坐在沙發上 我就站在這裡唱 唱 清唱給她聽 這次歌唱比賽 是的 我就問她這裡… 合不合的音樂 應該怎麼唱 怎麼去演藝比較好 難怪我知道這個很虛心 當然了 對, 真是經典的 只是說而已, 很虛心 很虛心 或是電視劇需要而已 你認識威文什麼時候 是否因為她的歌詞… 合作 當然是因為歌詞上的合作 但我很記得我出道… 其實是因為同一個人 是的 我們應該請她來 其實是的 Joey因為工作實在太忙了 所以她根本不會有很多時間 去研究這個廚藝 對, 但我很有福氣 因為我吃過她第一個煮的 這個雞尾酒 是的 我想其實將這麼漂亮的做法 表演給大家看 就是重溫一次 是的 我們開工了 我們開始 好, 首先我們… 而且這個大餐廳的廚房 他們這裡已經沒有熱 熱板 是熱板 所以鑊已經燒熱了 是 我們加了一些… 對, 牛油呢 加了這麼多牛油 而且…很害怕 同樣份量的 同樣份量的 橄欖油 橄欖油 你覺得夠了嗎 是 一半一半 然後加意大利飯 米 還要不停攪 意大利飯的秘訣就是不停攪 攪到很快就變色了 其實我們加… 這麼快? 對, 白酒 好, 要不停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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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它煮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加點雞湯 是 先加兩斤 兩斤 你要繼續攪拌 是 大概這個動作重複十次左右 對, 過程其實需要一些耐性 對 阿姐, 現在的飯都七七八八 差不多了 對 我現在就開始煮龍蝦 先拿開飯 先拿開飯 拿開飯, 好 好… 然後放下去 是 慢慢放 可以 兩邊煎 你要反轉它, 是嗎 現在就反了 白蘭地給你了, 敢放 少許…會不會… 很帥 我拍了這麼多集, 都學到東西 很棒, 我們差不多了 對, 待會我們會把它切粒粒 沒錯, 龍蝦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 切粒粒 把它切粒粒, 然後要把它跟雞湯 重餘了, 先加龍蝦 然後割龍蝦, 好 加點酒 你放在中間一點 好 我們就全部放進去 其實我們四個人而已 對 好… 好了 待會我們差不多可以加芝士 這個叫什麼? 番紅花 番紅花 忌廉 對 有芝士… 芝士的味道 不是, 餐餐吃就可以了 我其實有點怕胖 是嗎?有時候是嗎? 好 好, 製成了 是 現在上碟了 現在上碟了 一開始是 而且… 對 今天兩位嘉賓 每人都帶了特別的東西來 上來盛宴 首先是Joey帶了她自己煮的飯 請你介紹一下 對, 你介紹一下 這道飯是… 其實…今年年初 我煮過一次 那次是在Kakken家裡 有阿仔, 有我們三個 有我 還有我們各自另一半 大家都很害怕, 知道我要煮這道菜 因為我沒煮過 當時李克勤已經說你也算沙膽了 竟然自己還沒煮過 你不想吃 不知為何有個朋友送了一本 雞尾飯給我, 他說很容易做 一本書給我, 我說什麼? 我說什麼? 一本雞尾飯 他就是這麼可愛 然後我說很容易做, 我去買材料 一邊吃一邊做 對, 一邊吃一邊煮 因為我剛才煮, 我也吃了一點 你們慢慢吃 我心想這件事不是很難做 所以就做, 但原來… 好吃, 怎麼樣? 真的嗎? 我做, 很難, 為什麼飯不受控 當時我們帶來很緊張, 像做手術一樣 一班人假裝在廚房拿東西 走出走進去, 看他行不行 就是經過了兩個多小時 看來沒什麼進展 不是, 克勤說 我們沒有飯吃, 我們吃粥 不是, 是盧淑儀 盧淑儀說 盧淑儀說 然後走進去, 二話不說 禮手拿雞湯大力倒進去 對, 三湯大力倒進去 因為他… 煮壞食物 對, 不夠瀟灑 所以真的煮壞食物的 快出手商場 當時我真的很混亂 而且… 最難在哪裡? 我根本沒有食物 根本沒有食物, 有點烹飪嗎? 對 幸好, 順利通過烹飪湯出來 對, 阿姐來吃 大家都吃的時候 一邊笑一邊吃, 挺開心 因為是一件開心的經歷 當時阿姐是激節讚賞的 激節讚賞? 好吃 對, 而且這樣確實了 阿姐的說話權威 它本身是一個很好的啦啦隊材料 對, 很漂亮 我們看他這樣讚完之後 再吃一吃都覺得真的好吃了 吃一口, 感覺很不同 對, 經過阿姐的加持之後 味道完全不同 因為這樣, 種下了禍根 他開始很喜歡煮食物 令他心紅了 他真的覺得自己… 以為煮食物可以了 是一個煮到食物的人 而且得到勝利的甜口之後 他覺得自己不能再回來了 不輸了 所以那次我們再煮飯仔節目的時候 那次阿姐就沒有在 不行, 我正在拍劇 對, 容祖兒為了… 那次他煮的冠軍地位 他準備了什麼 準備了什麼 準備了一個雞翼 但一般的雞翼其實也不太難 所以他準備了一個叫做… 泰式的 泰式的雞翼 但煮的時候, 其實已經… 大家一直看, 你煮的雞翼 你準備得很充足 因為一般家庭不會放斑蘭葉 我們竟然看到他們放斑蘭葉 但是當時… 沒懷疑 沒懷疑, 一群朋友也沒懷疑 可能很多朋友有幫他買材料 沒有…因為我們覺得… 一群人只要吃飯, 會不會出貓 贏的是… 不用吃麻糬椒吧 好吃的東西是這樣 不好吃都是一群朋友而已 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群人比較天真和順白 沒有懷疑過他 覺得你做得挺足, 懷疑到這個部分 為了吃你不宅所見 但有一位朋友很晚點來 是 他一進來, 看到廚房看了兩望 看到豬絲馬跡, 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就跑去跟容主兒說 他說… 你看著我 你看著我的眼睛 我們也認識這麼多年 其實如果你煮東西吃, 真是出貓 我們不會怪你 一樣吃得那麼開心 一樣吃得那麼開心, 我們一樣很疼愛你 所以請你告訴我 其實你有沒有娶到貓呢 我因為這句說話深受感動 他說是真的嗎 我說是, 其實這個雞翼不是我醃的 是拉菇, 托人在餐廳裡 拿了一些已經醃好的雞翼給我 我只需要開一個鍋, 炸它 因為他煮的雞翼 其實是我們上去的餐廳的名菜 他竟然那種處理雞翼的方法 例如只是切雞翼的那一根小塊 那種做法是家常很少做意 竟然這麼巧合地跟我們吃的 名菜的處理方法 這麼一樣的確惹人私疑 其實這些雞翼你有沒有試過 有沒有試過怎麼做 我沒有, 其實我打電話給拉菇 我說想他… 因為我跟他… 教他 我又知道他很會做這個菜 我說不如你教他 拉菇是涉嫌和我… 串謀的 串謀的 這件事不明白的 因為他說不用了 不如我叫餐廳… 直接拿給你就好了 其實你也很辛苦的 你要下鍋炸, 很危險的 這件事已經不算貓了 因為你親手炸了 對, 我聽起來覺得… 很舒服, 接受 很舒服 很接受, 我就誤入歧途了 其實你們這麼喜歡吃東西 會否去不同的餐廳嘗試一些… 做甚麼試菜 有一次, 很厲害 威威帶了我們去全球 第一名份子鳥餐廳 我們那次基本上一群朋友 秘密出走去一個外國國家玩幾天 然後去吃那間全球排隊最長龍 然後曾經評計是最高的餐廳 基本上份子料理就是在那裡發揚光 這間餐廳也很貴 其實大家有時間 特地飛去那裡 那種難得較適合的時間 那種雙聚是最貴的 偶爾有這些短途也很好 下次你也來吧 大家就時間吧 好, 就時間吧 說你們兩個就是因為你是歌星 她是填詞人, 就認識了 對 那你是主動要求替你填? 還是怎樣? 你一開始是怎樣? 那時候是小雞蛋糕 那時候剛出道歌曲、歌詞… 公司安排的 找最好的人給你 對, 因為公司真的很疼我 很初頭的第一、二支碟 其實已經找Y幫我填詞 那你喜歡Y問哪首詞呢? 你這麼高… 她第一首真的令到我… 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而且大家的更深入認識就是痛愛 她寫了痛愛給我 寫了深淡給我 寫了十六號愛人給我 一首一首的歌都成為了我的經典 因為音樂很好 而且歌詞也很順口唱… 很好唱 令我很容易投入情緒 因為我很記得深淡 我也跟她說過 我一直唱, 我一直懷疑 也不是我的戀愛的態度 可能什麼…下了地獄 又上人間, 這麼做戲嗎? 一直唱, 一直懷疑 但是我的監製就說 你別吵, 你唱吧 為什麼你不叫她來解釋一次? 你很害怕歪文 不包的價錢也包 那價錢不包的 不包的也不包 因為歌手在錄音室裡的時間很長 是 如果寫歌詞的人 每次都要跟著 其實寫少起碼三分二 有些歌手知道你這麼出色 就像千方八戒來到利友 或者是識友, 你也幫過他 識友… 識友, 我只會你那次 其實坊間有很多傳說 覺得如果你跟田詞人比較友善 他就會把最好的東西留給你 不如在這裡一次過回答 好 其實田詞是我專業的 理論上, 我收到每一個旋律 無論你是哪個歌手 除非我不答應, 因為時間不行 或者我對這個旋律沒感覺 否則我答應的話 我一定…無論你是哪個歌手 我也要寫最好的東西給你 並不是說我跟你比較熟 就要給你更好的東西 因為我想那首歌出來 大家是聽得出來的 如果大家分得出你後恥薄鄙的話 其實你也不太耐心 作為一個電視人 但如果你是歌手, 我跟你比較熟 我知道你的性格比較多 我就比較容易寫到一些 可能你真實有感覺、有經歷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時期 你真的想不到東西, 會不會的? 我覺得如果你坐下那張椅子 對著那張紙, 拿起那支筆 沒有感覺 如果不能馬上寫到的話 其實你應該轉行 我覺得真正的靈感是不用找的 但你為何現在好像慢了腳步 好像減鏟… 減鏟, 是嗎? 我覺得人生有其他事情都想做 在時間不夠的情況下, 我也要取捨 因為年紀大了, 你覺得有些事情 如果再不做的話 就算再做的話 後敷衍 就算再做的話, 感覺也不一樣 例如去旅行, 談戀愛 做其他在你自己的志願上想做的事 所以早幾年就覺得寫歌詞 好像做到某一個我覺得… 我自己希望的… 都做了 成果 成果 我就覺得我安心動作其他事情 對, 但我對於這件事 還未完全放心得了 心狠 對, 所以我留了一點時間做 不過就沒有以前那麼多 我們不如稍後再說說吧 Mike, 這次我們現在煮的是魚嗎 是, 沒錯 首先加牛油, 是嗎? 好 然後放紅菜頭 煮好了 好 然後炸魚 好, 炸魚, 轉場 先加鹽 是 炸了多久? 其實炸到表面的菜葉變熟 大約…看它有幾大條 是 分多鐘 分多鐘 分多鐘就行了 已經金黃色了 可以了 好, 可以上碟了 先去這裡, 先加點油 是 這個紅菜頭蓉 紅菜頭蓉, 天然的顏色很鮮艷 是 好, 放上去… 青豆苗… 是, 完成了 旅王, 接著這道是我們的第三道菜 看到是魚的 很明顯 還有是紅菜頭 是 但底下的醬是什麼呢? 都是紅菜頭, 只是摸變醬 紅菜頭和魚的味道很不配 請試試… 好 今天兩位嘉賓很好 帶了一些東西 剛才Joey帶了飯 是 Y他帶了一個賣菜的籃 賣菜籃? 因為我今天知道我不用煮東西吃 我覺得作為一個賓客 如何打扮自己 尊重大會其實也很重要 當然 表示我對這個節目 還有對阿姐你的尊敬 所以我用了一點時間去籌備 找了一個…送籃 這是送籃嗎? 本來是一個法國的… 做手袋很出名 是… 時裝很出名的牌子 剛才的時裝表演 我出了一個用她的手袋鏈做的送籃 我覺得不如我拿來表示 我有點貢獻, 我很尊重這個場合 很漂亮 謝謝你… 雖然我不可以擁有 這個東西很貴 但Yman每次都會帶一些時尚 最前衛、最新的東西給我們 他最有心的是拿籃不要緊 他拿全城最重的三果 我一次放在籃子上, 然後撐著過來 那些才有型有款 是 我想請你吃 請你… 謝謝… 我們吃光了 我們是不是吃魚了? 對…試試看, 行不行 剛才那個買菜籃, 我也沒見過 是這麼新的設計 帶出了很多螃蟹 那個形狀就像超市買菜 但是它的品牌其實是最新的 最古老的品牌, 詩字都很久了 有這種螃蟹 我想起節目開始時 都很欣賞Yman 就是很喜歡潮流的東西 時裝, 配搭 其實你什麼時候形成了這個興趣 小時候已經有… 爸爸媽媽喜歡穿呢? 因為我媽媽做衣服, 是裁縫 是嗎? 我說不知道 是裁縫嗎? 也不是所以 因為做裁縫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打扮 但你很成功, 潛逐多一點 我媽媽是一個很喜歡打扮的裁縫 所以她在家裡穿完衣服 通常會自己在客廳走一圈 而家裡唯一的觀眾就是我 就是四歲或五歲的我 所以我被迫要給意見 或者被迫假扮, 很欣賞 看得多, 自面發現 原來… 時裝是挺有裁縫 你自己去… 什麼? 她到六十歲那年還在炮皮 所以她跟你做好朋友 快點介紹一下 對 下次請她來飯食 我齊重重熱鑑的人 你說你受你媽媽的影響 其實你會不會用錢去買名牌 說你的衣服、你的服務是怎樣來的 怎樣 即是名牌 你的衣服、你的衣服、你的衣服 你的衣服、你的衣服、你的衣服 你會不會用錢去買名牌 在慈善團體那裡 賣二手衣服, 或是有的 什麼都買的 因為我真的喜歡衣服 所以這個世界上 所有衣服買的地方 我都會去看看 看看有沒有東西我喜歡 就算…我的朋友Thomas 就是香港演唱會服裝之父 他對我的形容就是 看到任何奇怪, 未見過的事物 第一件事想的 就是想想怎樣 可以放在身上變成衣服的一部分 無論是一張碟, 一張椅子 一條餐巾、一部機器 第一件事是想 可不可以放在頭上變頂帽子 穿條鏈戴在頸上當首飾 我個人是這樣 所以可能我本身就喜歡衣服 是, 其實我開始喜歡衣服 就是喜歡漂亮的衣服 你喜歡… 不會這樣就算了 我應該說是有品牌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設計特別好 或者是款式漂亮 或者是顏色的組合 或者它的布質, 布質 所以我也是欣賞的 但除了衣服, 你就會覺得 欠了一雙鞋子 欠了一雙鞋子之後 應該要配上手袋 然後你就會去買衣服 買很多東西 然後你就會去買 因為家裡的景色不太配 衣服 不太配 衣服 然後移賣文 因為香港不夠漂亮 你買過最貴的衣服 要多少錢? 忘記了… 我買東西很任性 總之我喜歡的東西 當然你也要自己負擔得起 價錢不是我考慮的 你有沒有試過不負擔你? 因為… 你看多幾次 走四次 那個售貨員應該知道我很喜歡 他說…你再想想吧 我也知道你應該很喜歡 那次是甚麼?看裙子 我不記得, 有時候未必… 結果有沒有得到? 沒有, 結果還是沒買 因為我覺得我不可以忍… 我覺得我真的不可以負擔 或者不覺得花太多錢 有時看那些時尚表演 有那些Catwalk的衣服 我真的很想買 然後打去法國問 一件衣服差不多要…一百萬 我覺得不用了, 太貴了 你有沒有試過買這些? 沒有, 但在計劃 你還要做人生的第一件衣服 真的嗎 我真的覺得 其實那些是漂亮的 那些是很漂亮的 因為他真的很用心 對, 但我還沒寫得… 我想那些是一個全套的經驗 由你下訂單、試身、飛去 我想你也有一個人生經驗 現在很多婚紗的身材會這樣做 可以支援的那些 結婚一定要是最漂亮的 但有時很簡單, 我也覺得挺漂亮 結婚最漂亮的那裡是… 對, 大家很想說, 很想談下去 對, 我們稍後會分享一下 有關結婚這方面, 是嗎? 對… 我繼續說你的事業 我剛才做了什麼? 多喝一口, 但你再說多一點 好 我計劃這麼久, 這麼多的女王 第一次見到我姐姐, 叫人多喝一點 對, 其實這些是沒事的 其實我也沒事 果汁, 你喝一喝 你出道後, 我也覺得是一帆風順的 因為你是一間大公司的背後 它有一個完善的網絡 包括整套設計 其實你喜歡這種管理嗎? 我小時候會… 最小時候… 什麼都別人管著你 最小時候當然不錯 因為覺得很幸福 公司又會給你最好的東西 謝謝你 因為我在簽英王之前 簽過兩間公司 都挺孤兒子的 都不能播出整個唱片 最後也… 要不解藥, 要不公司倒閉 到了簽英王的時候 他們又給你最好的化妝、髮型 又幫你選歌 那些作曲、作詞也很頂尖 然後你唱完的歌 電台又會聽到 原來真的做一個藝人 當時感受到, 覺得很幸福 到人真的有不同的階段 到後來就開始想有自己 就覺得公司… 怎麼會有很多東西… 這個又不要做, 那又有形狀 沒有很多掣索 不讓你喝就先喝 對, 很多東西都說不要做 不要說, 要小心 覺得不可以做自己 到了那一刻, 你有點想反悔 好, 到了後來的一個階段 差不多現在這個年齡 我又很喜歡我公司 我喜歡公司是… 我們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基本上我好像不太用 你怎麼說, 他們都明白我 而且很支持我 再加上他們給我 我現在想要的自由度 譬如我們今年想出一首 不太計算的唱片 不是那些首首都K歌之王 那些唱片 他們又很… 支持… 很支持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的我 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一定要經歷過之前的事情 你才會增職現在我想擁有的東西 但還是幸運, 天時地 幸運, 一定是幸運 因為我覺得做這一行… 其實很多很有才華的人 但他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機遇 或者一群很欣賞你的人 他在後面支持你去做 可能成績差很遠 所以我也想多謝TVB 你想說再跟你們買車 對… 因為我有TVB強大的口 所以我可以做這麼久 對, 看起來吧 拋製這個竹炭菠蘿炭燒雪糕 首先當然要把菠蘿混入麵粉 牛油忌廉和竹炭煮成的竹炭汁裡面 再把菠蘿略為加熱增添香味 最後配上用竹炭口味的雪糕就完成了 難得聽到大姐說… 有一點像紫蘿蜜 又有一點異色 因為我平時真的不會喝酒 我覺得這個不錯 其實你覺得那些飾物對這件衣服 是否很重要 絕對 我覺得… 我想甚麼都可以放在身上 其實對整體的圖案 你今天選了這兩把槍 是否因為配合你的牛仔衣服 牛仔衣服 其實因為我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要爭取每次工作時都用一點 否則不值得 那你會不會… 馬上有幾個很大的地方 去擠衣服 我也擠得 很難是小的 應該如果我現在戴衣服的地方 打到籃球 那樓下很高的 我們一邊吃雪糕 叫做… 竹炭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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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全部黑黑黑的? 竹炭 我買衣服也擠得 很好 但我發覺自己有時真的會買錯 有時人也挺任性的 我只想試穿這種衣服 但有時其實自己不適合穿的 就是不適合 兩種, 這個問題 我可以有兩個看法 第一, 人生中很多東西都不能錯 錯了就不能回頭 很厲害 但穿衣服是少數可以錯完又錯 無雙大雅的東西 很浪費錢 你今天穿錯了, 明天就更換 但很多東西一錯了 又不能回頭 或是要乘計的後果 所以我覺得我這麼喜歡衣服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可以讓你任性 讓你做各種試驗的東西 而且錯了可以翻新的東西 第二, 我覺得買了衣服 後來用不著會後悔 當然也是一種浪費 如果對於資源來說 但你知道人生有很多東西 其實重點就是某一秒鐘的快感 所以, 例如買衣服 我試一下 雖然可能後來你發現用不著 但你想要的東西, 而你又買到 你能力負擔得起 又有這樣的緣分, 遇到它 你得到那一刻 我覺得已經開心了 很多時候有很多東西 你做了幾十年 連一秒鐘快感都沒有 但你買衣服起碼有一秒鐘快感 即使後來你穿不到的 對, 但你買過一秒鐘也過癮了 你有沒有衣服多到 很多牌子都沒用過 即是被穿過的? 有嗎? 我是判過籃球場的 我三分之一的籃球場 他可以每天都穿不同的衣服 你就知道他有多少衣服 剛才你說現在… 我說你會一直減… 減產… 你是否在想退休還是什麼 或是你說… 我半退休組了 而且你說你想做一些自己認為 更想做的事是甚麼 主要是… 一定要有條件, 經濟條件 對, 經濟條件 還有要有盤, 是不是 難道你一資工到處去嗎 對… 難道你也去, 還是回到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還沒說過 所以你現在要找這個損盤 就可以一起去做一個人 當然是大家的損盤 我覺得最好就是這樣 如果你跟一個人在一起 然後那個人又當你是損盤 你又當你是損盤 對… 這麼多人 你的計劃又要到處… 你還要開名字了 對 沒有, 一定不會 他欠開名字了 他有這麼多時間嗎 他不介意, 我們很友善 但我介意 你也不會介意, 你更加… 怎樣… 沒有, 我說… 你別受到你, 你想這麼開心 我只想過之後, 會怎樣 你決定了… 你決定了 我看他… 順寒似亡, 你聽過沒有 好, 可明荃, 我回答你一個問題 關於這件事 好 你問一個吧 不要這樣… 她是十萬性心虛 她本身想發問你, 其他都說出來 那是不是地久天長了? 盡可能, 大家努力了 好, 謝謝你, 到你了 阿姊, 手起倒落 手起倒落 阿姊, 很狠 我也有時候喜歡爽快 不要吵 其實感情問題一定要問 因為你這麼大個女生 這麼繩子, 怎麼沒人追? 沒可能的 阿姊, 你真是開玩笑 我在我的人生裡 真的從來沒試過 多過兩個人同時追求我 這樣才叫… 真正常 人生合格, 你要求很高 對, 那個女生… 要幾個人追求你才能滿足你的虛榮心 不是…我不是虛榮 但一般性的女生 是否同時也會有很多人追求? 看看是誰 不, 你應該說去約會就有 對, 約會也沒有 約會也沒有 那不是很疲倦 中日還是什麼才沒有約會 所以告訴你… 我… 我對你有意思 如果一個女生的人生中 覺得起碼要試過一次 同時兩個人出入 才叫不枉此生 其實很多人都很難過 對, 其實我沒有很正常 也是… 好, 我… 會不會開心一點 舒服了, 真正是 舒服了 舒服了 師兄是怎樣? 是否因為近得你多, 你了解他 是因為突然之間… 我覺得這個朋友需要關心 因為他那段時間有表演 一直以來覺得他… 東西都好像吊完廣當、爛爛爛爛爛 我也覺得 是不是? 好像不太在意 我覺得他還未有一個機會 對, 但不是的 原來那段時間看他天天跑步 練歌, 生活得很健康 很有規律 發生什麼事? 原來他就有一個表演 我就覺得… 在這個時刻, 我曾經做過表演 我都很希望有朋友去支持 鼓勵一下, 或者努力 就這樣已經很開心 這件事很重要 有需要的時候, 有人關心 對, 我就覺得… 不如我擔任這個角色 當時真的完全是這樣想的 沒想過有什麼拓展 對, 但是當… 當到後來…後段 我就跟自己說 為何我好像這麼奇怪 我好像很關心他 比我應該要關心他的程度多 到他臨演表演, 他就跟我說 他就說, 真是很感謝你 這段時間… 對… 我… 閉上眼睛 對, 然後我就在自己想 是否有些事情 對 然後到他演表演 我記得那天是娃娃生日的 然後他可能有一點酒精、壯膽 然後他就… 接觸他… 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知道 對, 我按頭時好像他知道 不是, 這些真的很真誠 所以他人開花 結果我要做證人, 很明顯 絕對 封一碗大利是給他 對 其實… 因為你想的事比較實際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 人與人之間真的… 是一個緣分 還有一個正確時間, 正確人 現在會否有一個比較長的計劃 暫時… 會考慮到其他步伐 沒有, 暫時不會結婚 暫時不會住 其實你也不用答應甚麼 隨機應變 感情的事跟人生一樣 都是你見步行步 你現在也想不到你明天後日是怎樣 對 如果你這樣說了, 要觀察一下 萬一你明天閃電結婚 大家又說你成年… 其實不用這麼快看你的承諾 穩定結婚, 你會生小朋友嗎? 我一定會生小朋友 因為我也很喜歡小朋友 祖兒, 你準備了多少個問題 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 其實我們現在很喜歡稱呼別人的嬰兒 什麼嬰兒… 別吵我下層 你會碰到什麼話嗎? 家英哥會叫你嬰兒嗎? 當然不會 那誰叫你? 他通常… 平常 只是叫Lisa而已 打領? 沒有 如果突然叫你嬰兒, 你會不會不習慣? 我以為他叫別人 他摸摸出面了 你會叫他老公嗎? 很少… 好, 我問完了 第二條呢? 考慮大人 第二條 在你的光輝燦爛多年的演藝事業 越人無數去的大場面更多 有試過跟別人撞衣服嗎? 我印象也沒試過 你真是挺好命的 是的 你幸好 我… 幸好… 我不怕跟同場的藝人撞衣服 但我人生最轟烈的經驗 就是去一個電台頒獎禮 跟歌手撞衣服? 跟舞蹈員撞衣服 舞蹈員會呢? 所以那個歌手一到場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做衣服, 很安心 但當歌手獲獎時 有四個舞蹈員在四個角落上飄出來 就跟我穿了一模一樣的衣服 那牌子哥有沒有告訴你? 沒有 你是不是立刻想撕破自己的衣服? 我雙手出去跳 姐姐, 你呢… 這個問題我很關心 因為我們都有手本名曲 你會不會唱自己的手本名曲 上到上嘔吐? 沒有 真的嗎? 因為我每次唱歌, 都會有些不同 我給自己…可能這句我會這樣唱 或者有些不同的感情 我會嘗試很多…自己和自己玩 你和自己玩得很其樂? 對…不會的 只餓不餓 我們正在吃東西 是… 喝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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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試過這樣吃東西 那也是我不好 好, 應該主動約姐姐吃下飯吧 好啊 我告訴你, 你應該早點發掘 你當我的經理人, 我就發財了 其實你又能否讓藝術人喝酒呢? 來…